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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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对产品宝主认为是清康熙黄又青花葫芦品 它化工精细品相蛮好 而且经历了几百年的窗窗后 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更是不易 因此宝主觉得它的市场价值应该在八万元左右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它是清康熙青花铝布细雕蝉文盘 青花发色清脆 台纸细腻 绘画精细 难得的是它气形瘦大 37.5厘米的直径保持得如此完好 是属年有用的精品 因此宝主觉得它的价格是十五万元 两件藏片都描述为康熙年间出片 到底哪一件还是真的呢 第一组的两件宝物 两件瓷器 有一件是假的哦 有请各位上前观看 来 时间到 好 请各位回到座位 回到座位的一瞬间就要做出选择 满堂红嘛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在我们节目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全体人选错 哎呀 不好说啊 不好说 接下来有请杨静荣老师为我们写下正确的答案 杨静荣老师写了两个字 做么做么 邀请两位保主 大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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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好 您好 各位老师好 我一团家好 我看您一过来就这样 十七位多保人好 多客气你看人家 没人选您 您还跟他们那么客气干什么 一个选您的都没有 接下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吧 获得全场全票支持 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下面进入德育房三十秒夸宝时间 开始夸宝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件清康系 清花 里布系貂山文大盘 该盘这个清花发生清脆亮丽 期限规整 开支自密 这个绘画精良 是一件不可多的的零妖精品 希望大家喜欢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是一年年 四年年 从这个阿姆斯特南买回来 在荷兰买回来 在荷兰买回来 在荷兰还是荷兰 荷兰 荷兰 荷兰的 荷兰 荷兰 我这个普通话不行 来 您跟我一块说 荷兰 荷兰 还是不清楚 英语荷兰怎么说 荷兰 回流算是 是吧 回流的 那是外销词吗 外销词 今天卖多少钱 第一人就报15万 好 谢谢 您好 您好 我得让您有点信心 虽然您脸上还是带着笑容 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点复杂 怎么没有一个人选呢 三十秒的时间 您让他们后悔后悔 来 开始夸宝 大家好 我带来的是青康兰 黄幼青花福禄瓶 这一种瓷器是康兰时期 巅峰时期制造的 这个康兰的这个胎幼 可以胜过这个永仙时期 它的这个好意 这个雍正前盟 它的青花可以PK这个苏玛丽青 这个根 这个青花可以莫封五色 可以称为青花五彩 好 听完了这番介绍之后 有没有后悔呢 有后悔的举个手 谁举手我让谁改 十一号要改吗 我批准你改 十一号现在改成蓝的是吧 我准了 来 你现在改 改成蓝的 我们先听一下十一号的意见 因为就这俩瓶啊 是黄颜色 这么喜庆 不管它是真是假 我就喜欢这俩瓶了 哈维这位大哥介绍的也好 就感觉吧 我就选这俩了 因为他喜欢 看着就喜欢 但是现在好像大部分人认为 你这是假的 我们来找一个 认为你这是假的 谁来 好 15号 齐先生 您好 来 您说一说 这东西假的呢 这个东西 从我 从美术观点来看 它这个绘画功夫 应该来讲不如那个 不如那个 现在有可能是造假的人 他的那个 会这个 纹路的这种的 一个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就不足了 好 谢谢您 反正我支持您 不管您这东西 谢谢 真的假的 您就从刚才十一号说的意思 我们看着很喜欢 这东西不难看 挺好的一东西 只不过那确实是 按照您说的那个说法吧 我们看不透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不会白来 对不对 接下来我来代表 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 宣布 本轮 两件 保误 鉴定为 描述符合事实的 那一件 是 盘子 恭喜您 谢谢 谢谢 但是呢 什么原因 到底问题出在哪 请教一下 杨静荣先生 咱们上节目的 海选的时候 他仔细看了半天 都头一远 我一看 我说这没问题啊 这 这也是海捞的 康熙的 然后后来再拿上手 然后仔细又看 那翻过来看底足 哎呦 高仿 鉴定这个词句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仔细 看到的底足 修胎的这个方法 另外和胎质 再怎么仿 跟那个康熙的 原来呢 还是略有差距 呃 另外呢 那个黄颜色呢 还是稍微 显得略微深了一点 好 谢谢您参加 一锤定音 送给您 雷诺表纪念品 谢谢 谢谢 再见 我为11号 多巴人感到遗憾 这个 反正你 对 你就不能说话了啊 这轮 好 恭喜其他的 所有的16位 接下来你们进入了 竞价的环节 刚才您说报价多少钱 15万 15万元 各位请轮垂杂架 6号 保主您好 您好 呃 你这件东西呢 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呢 它是外销的 呃 是出口词 第二呢 它是民谣 如果这个评价 这个词句的话 呃 不能只论官邀和民谣点 还能认好的 其他方面 比如是他的这个 呃 保存状况呀 他的这个呃 胎质是不是很 讨喜的精良呀 这一个就是绘画程度呀 和这个 制作是否精良 包括这个 绘画的内容 都是一个评价这个 瓷器这个价值的 高低的这个标准 杨老师 6号刚才说的有道理 我刚才那个 6号德宝人 这锤砸的还是挺正的 哦 康熙瓷器 主要是 一般上铁呀 是看这么几个 第一 青花的橙色 哎 如果青花橙色是村毛兰 那是第一等的 嗯 这个呢 比村毛兰稍微差一点 这是第二等 另外从它的规整度 从规整度来说 这个因为外销嘛 咱们那时候讲 应当是三类的产品 才外销 一等的官瑶 根本就不许那谁 然后二等的是贵族 三等的蒙外国人 所以说这个 他这个杂锤杂的还挺准的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下一锤 4号 我想单纯从那个投资角度来看一下 虽然您说在国内它不常见 但比如说我去了欧洲这种东西很常见 所以它价值肯定要打折扣 据你所知 就是类似这样的盘子 大概在地球上还有多少个 这个我不敢说 我只能说是我能见到的这个 目前我见到两件这个盘子 其他我没见过 它有一定的存实量 但是呢 也不能说有多少 对吧 我感觉是不错 不过四老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盘子它适合拿来做投资吗 这如果做投资的话 应当还可以 还是那个刘老师经常讲的那句话 只要是对的 它有远不贵 刘老师不同意 杨老师刚才引用吗 我觉得真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刘老师 刘老师您现在要把这个事分一透了 你要不等他们出完架 不行 我这必须就地政法 就地政法 把杨老师就地政法 不是 我这个话是正确的方法 我要告诉大家 那您说 你说这盘子 篡改三国演义故事 这里边书里写的特清 这俩人是在亭子里边 对 而且好像这方天画戟不在吕布手里 没错 是在墙上立着 然后董太师 董太师从外边进来 路过荷花池 直接一看 亭里俩人正在 亲情我我 不分你我 然后直接抄起方天画戟 来一透心凉 奔着就去了 这下 吕布伤了心了 说我爹怎么能 拿下方天画去 我爹为什么 为了我干妈跟我这样呢 是吧 对 是吧 是这意思吧 你说你整个蛮拧 口吃蛮花 所以说这个 这变成了 这个董卓送别吕布 你们俩好好过 是吧 有点这意思 是吧 刘老师说这个版本 我得纠正一下 所有的词记里边画 冠军典故的这个 不光是这三国演义 还有其他的戏剧故事的 跟那个都有微妙的差距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这幅画面啊 包主 我认为这幅画面讲的啊 不是董太师大闹 奉一庭 讲的是曹丕 趁乱 那真是 这是那袁潭 他老婆 是不是 曹丕呢 那意思 是吧 行了 你跟我吧 真是很高兴 然后曹丕的后面说 哎呀 我儿子真像我 是这意思 所以我 哎 方天话剧 随手剪的嘛 是吧 这是 没说曹丕 不用方天话剧啊 是吧 反正我是个这么认为啊 买这么一个盘子 至少获得两段 三国演义的故事 一段是 太师大闹风云亭 一段是曹丕 趁乱 那真是 你在不同的心情 看他是不同的感觉 亭子里边这个老头 你一会儿看他是董卓 一会儿看他是曹丕 挺好 反正都是肥 是不是 好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三国故事 在民间流传甚广 从原到清的清话词上 有很多表现三国题材的绘画 那么清早期的瓷器文士中 为何常出现三国故事的题材呢 首先 这与清朝满族人的尚武精神有关 清朝在王权建立之初 有很多实用的兵法都学自于三国演义之中 其次 由于还处在改朝旺代的初期 为了稳定联心 因此 朝廷用三国里许多人无忠孝信义的精神 来加强对国民的统治 瓷器上常见的三国题材故事有 桃源三结义 三英战旅部 空城记 三顾茅庐等等 这些经典的故事 被共享物化比精神的描绘在瓷态上 使得三国人物故事文 在瓷器文士中 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准备 受到后面人的推崇 您刚才报价15万 对 看样子大家不太接受 你可以适当的优惠 你看 这优惠 各位 除了余彪先生 请出价 好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输价打到我们身后 导主刚才 我让他优惠点 他就优惠了付三万 接下来你有三个机会来摸底 这16位里边 你可以任选三位来问他们的出价 第一个问谁 17号 2万 2万 谢谢 要验证一下吗 就一次机会 不用啊 第二个问谁 4号这个 我价格是他的2倍4万 要看吗 不看 不看 最后一个 10号的魏先生 这个我给出价了5万 5万不在身后 做何选择请仔细考虑 保主顾先生 在第二轮出价中输入了18万元的报价 在寻价环节中 所问出的价格分别是2万元 4万元和5万元 都远不及他的心理价位 他会如何选择呢 很纠结吗 不纠结 我相信他有这个有缘人 所以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请回头 16万 恭喜6号 第一位保主达成了意向 6号 请您起立走向钻石夺宝席 我们来看一看 三家拍卖公司 给这件宝物的平均估价是 6万元 价格比267% 好 谢谢您 谢谢您拿着保护来到我们这里 祝您交易愉快 再见 刘老师这价格买它行吗 偏贵 贵了多少 但是可以理解 贵了6到8万 因为这个外销瓷这块 是艺术品市场上 量比较大 品类比较繁杂 定价比较不容易的 一个特殊类品种 因为中国是一个瓷器的国家 对西方人来说 中国不产别的 就产瓷器 所以说您只要有些实际上 在海外都能逃得到 还有件可以砍 但是呢 这件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首先气形和画的程度 纷繁程度都是不错的 好 谢谢刘老师 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 独家特约播出 接下来第二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短片宝主认为 它是近代置业名项 刘道友所制绿端页 长18.9厘米 宽12.8厘米 后3.2厘米 正面控育详荣图案 会面由刘道友收藏笔划 历经1700多年 依然保存完好 近代保存之间 又是名家收藏的股页 在市场上并不多欠 因此宝主认为 它的价格是20万元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 是年国时期 荣宝斋出品的 客同墨盒 11.8厘米 简放的盒盖上面 它有说话大使 陈师森所会的兰花 并还有 联峰自相悦的提拔 它同志细腻 刀法精湛 是客同文房中 难得一见的精品 因此宝主的尾套的价格 是36万元左右 一件是近代名家 私藏的官业 一件是持人公外的 老字号出品的墨盒 两件文房宝物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邀请各位多巴人 上前观看 好 谢谢各位 请选择 一 二 好 16比0 杨宝杰先生正在写下正确的答案 谢谢 三个字 有请两位保主 你好 你好 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庄宝杰老师好 我来自喝给保定 李健 请和 虽然现在没有人选您 但是也许他们全错了 您有信心 有这种可能 是吧 他们家里肯定没有人有这个艳台 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夸保 他的可贵之处 就是在文献中都有记载 他的文饰吧 都很漂亮 有艺术美感 我认为是真的 完毕 完毕 他这叫什么材质来着 绿色端页 绿色端页 绿端 是吧 西晋时期 什么 西晋 西晋的 西晋的 那就是三国时代 刚刚结束那会儿 是吧 至今一千七百多年吧 二王 是吧 对 差不多 这不得了 这不得了 加油 你好 来自哪里 我来自江苏徐州 我姓王 好 三十秒 请您夸保 这既是一 这方墨盒呢 既是大师所作的文饰 又是明堂号出品的 同时呢 也是民国时期高官赠予文人的一个文房用品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 他是民国高官王树长赠予当时的著名金石学者郭宇棠的一方一个礼品 所以说呢 我感觉他文人气息很浓厚 所以极具受伤价值 好 卖多少钱 今天 朋友讲这个应该是在三十五六万左右吧 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 对的 好 接下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高先生 十号 青色的龙是三个五个爪子 他这个是四个爪子 他在静带的时候吧 我估计那个爪子没这么多啊 他有个比如有这么一个粘线 因此呢 要看他这个 就是说这个文字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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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呢 应该是明代时期的东西 他不应该是这个静带的东西 风格有问题 因此呢 不敢说他是真的 嗯 好 谢谢 还有补充的吗 好 赵先生 真正的好验啊 他那个很细利 像小孩皮肤一样 小孩的皮肤 对 这是第一 第二啊 他那个雕工啊 呃 从龙的造型来看的话 呃 有现在的这种 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审美 当代的龙 对 好的 接下来 我要代表 杨茂杰先生宣布 这两件宝物之中 被判断为真的这一件事 被判断为真的这一件事 是 墨盒 恭喜你 首先说这方面的材质吧 这种呢 我们叫松花江 松花江石 就是东北松花江产的那种石 是康熙的时候 这以前是磨刀石 康熙的时候发现 哎 这个做燕菜不也不错 所以清代的宫廷燕菜 故宫的好些都是松花江燕 这个燕菜的材质 就是清代才是有的 你刚才说晋朝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燕 所以这件东西就是太假 谢谢杨老师 感谢您参加一水定音 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 您刚才说三十六万对吗 是的 请轮垂杂架 所有的人 七号 这个质地和它的包姜 都还不够 它那铜的程度不够 所以我的出价七万块钱 这个不存在包姜 因为它就是用整个黄铜雕刻出来的 这个壳盖 而且它的包边呢 也是黄铜的 只有内侵是用紫铜的去做 因为抗氧化性比较强 经久耐用一些 而上面留下那个痕迹呢 就是使用岁月留下的痕迹 不可能像新的一样 因为它确实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杨老师 这东西该有好的 更加好的包姜吗 就是使用的痕迹吧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包姜 这个没使用的话 这类使用的都没有 这个东西的卖点呢 还有刚才这先生说的 说这个带人名的 这王树长 刚才我查了查 王树长呢 曾历任过天津的一个卫戍区司令 对的 六零年时候死的 也算是后来是到了什么 日本人来说不当官了 对 日本人来说不当官了 没当罕奸 后来是六零年之后 不是 解放后水电墓餐室当了 跨了好几个朝代 对的 所以也算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人 好的 谢谢你 主要是这个 好 下一水 大八号 第一点啊 你那个南华的叶子 刻的不是什么太生动 第二呢 因为我是搞了一个印章传课的 这幅画呢 它是临摹了陈志生先生的 呃 字从字到画都对 但是它底下的四针两个字的这个针 钻书错了 就少了两笔 就有错别字 对对对对 钻书的错别字 错别字 嗯 因此您觉得它应该值多少钱呢 要三十六万 我估计就二十万左右吧 也就二十万 太贵了 它这是少了两点吗 这个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啊 这个 那个当年的工匠 文化没那么高 是吧 它只是照猫画虎 它也不一定认识转字 嗯 可能那个图章没盖清楚 它就那么大字 大字描上了 嗯 好 下一水 十号 这个兰花呢 所以我们要是说做检子吧 你这断了这就不行 嗯 断了就就寓意不好 因此呢 这就不敢买 兰花 不钱不敢买 嗯 我跟您说实话吧 这我当年就在荣宝斋工作 这就是荣宝斋款 我问过荣宝斋 为这个 因为这市场上 出很多这种荣宝斋款的 这个墨盒 我特意问我们这老师傅说 这墨盒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世增是一个在当时 北京比齐白石有名多了的 一个大文人 他在琉璃厂 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当年荣宝斋的 这个 那个老经理就找到 陈世增 让陈世增画了一批小画 干什么用 为了刻铜墨盒 专门给铜墨盒画的一批小画 有兰花 有山水 有竹子 都是小画 寥寥竖笔 干嘛使的 都是为了刻这个用的 所以说 他画的比较 看似比较潦草 但是呢 又很文气 中间这些的 笔断一不断 笔断一连的东西 非常的多 所以说在工匠处理上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他就是那个意思 不要去太 去苛求这个意思 实际上来说 有这么一件东西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好 谢谢 谢谢廖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重回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宝物的相关背景知识 铜墨盒 是成装墨汁的器皿 晚清年国时期 永违流行 成为当时 文人雅士暗用的 时髦植物 那么古人 为何要用铜 来制作墨盒呢 铜墨盒 最初的功用 是为在北京参加电视的世子们 提供便捷的鞋墨成绩 因为厌台上磨住的墨汁 被风吹后容易干 而用铜做的墨盒 往往是用紫铜做底和内胆 因紫铜含切量高 性软防腐 所见墨汁不致便质腐臭 因此用它来储存墨汁 能使墨汁保持湿润补以挥发 后来文人便对这种既方便携带 又能体现文人情趣的铜墨盒 产生的青睐 铜墨盒的制作 全部由手工打磨 颇费时间 置地好的铜墨盒 往往要几个月以上 甚至一年方能完工 盒参 盒盖 在清代主要是黄筒 棉国史多为白筒 晚清和棉国时期 以陈延生 张悦成为 杰出代表的铜刻艺术教 将铜墨盒打造成为 刻铜艺术的主要载体之一 使铜墨盒成为 具有文字 图案 文式 款制的 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和艺术品 当时不少著名书画家 如齐白石 陈诗增等 都为铜墨盒设计过图稿 刚才您的报价是 36万 你现在信心是不是备受打击 没有 反而几位专家老师 介绍完了以后 给您冲腰了 对 它更有价值 涨价吧 来 各位 请出价 好了 出价结束 接下来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十秒多保或者退出 现在我们请导播 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打在我们身后 您不许回头 刚才经过专家老师一番鼓 包主涨了三万块钱 三次机会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八号吧 两万八 有一次机会把你看 看吧 不看 心都凉了 第二个 第二个问谁 十五号 十五号 二十万 二十万 要不要看 不用看 买刀就是钻刀 还不看 最后一个 二号 二号 听下去 出价 二十八万 多少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我帮你看一眼 好的 谢谢 二十八万 再生后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保主王先生 将心理底价 调整到三十九万元 在询价环节中 他问出的价格 分别是二点八万元 二十万元和二十八万元 面对如此悬殊的三个报价 他会如何选择呢 决定了吗 最高价成交 就最高价成交了 是的 两二十八万 根据本栏目的规则 出价相同者 由保主自行决定 与谁达成交易意向 那就女士优先 先生承上一下 好 二号是吗 是的 恭喜你和二号保主 达成了意向 二十八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 三家拍卖公司 对这个墨盒 给出的市场股价是 两万元 价格比是1400% 创下今年 目前为止最高纪录 六号还是可以坐在这儿 一号高兴去吧 本来这事是你的 下来再谈吧 是吧 好的 感谢您参加一水决心 祝您交易愉快 谢谢您 我从刚才刘老师 一再再说这个墨盒的好话中 听得出来 刘老师很喜欢这个墨盒 是吧 这个东西的确 是一件很不错的文房 但它真的不值那么多钱 前年春天 朵云轩 拍一百方 一百个铜墨盒 一百个铜墨盒 你们上网查查 拍多少钱 一百三十万 实际来说 这个东西买了 你也别后悔 买了你也永远别买 不卖你就不后悔 你就天天用它 不卖就不赔 不卖就不赔 买到就是赚到 买到就是赚到 买到就是他赚到 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 独家特约播出 最后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 它是清代书法家 崇安所作 连汉利李奇碑涂轴 用于洒脱 仓劲有力 是崇安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崇安的书法作品 凡是更少 像这样的利福作品 更是比较少见 因此宝主认为 这件产品的价格 至少应该在 十五万元左右 这一套善样 宝主认为 它是明代画家 王俄坛所作 全套作品共十六幅 以花鸟 山水 人物等为题材 理发清新淡雅 色色丰富 作为明代的书画作品 环考的流传之间 实属难合 因此宝主认为 这套善面价格 应该在四十万元左右 两件画作 到底哪一件 会是真的呢 由于最后两件 是这个书画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 我们首先 请两位宝主上场 一会儿大家看的时候呢 两位宝主 替大家来翻页 替大家来讲解 我们欢迎二位宝主 请两位宝主 走到自己的宝物旁边 那是您的是吧 好 来 邀请 邀请 有请各位夺宝人 上前观看 来 我们的奖品 依然是由 天赋好品质 紫薰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 领先品牌 雷诺表演 提供赞助 好 谢谢各位 可以回去了 一位老先生 一位小姑娘 两个人拿来的两件 如果你们认为 老先生拿的这一件 是真的 选一 认为小姑娘拿的这一件 是真的呢 选二 来 选择 好了 各位做出了选择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选择的结果 七人选红 九人选蓝 接下来 我们邀请 金运昌先生 把正确的答案 写好 接下来 我们来听一听 两位保主的描述 您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 来自河北保定 这幅字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 他家里存了很多年 偶然一个机会 中逢老德 好的 下面进入 德育房三十秒夸保时间 请您夸保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的是 清代书法家 崇恩的书法作品 这幅作品 是崇恩林写的 汉里李气杯 用笔洒脱 苍劲有力 布局严谨 是一幅精品之作 尤其是他的历史作品 更是难得一见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好 今天的售价是 15万 15万 您看他那个怎么样 他那画得不错 画得不错 我感觉就是说 那只看着有点问题 好像有点不就的便宜 好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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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亚文 我来自湖南 湖南人 这个是你自己的藏品吗 这个是我父亲给我的 家里的 给你了是吧 好 30秒 请您夸保 来 大家好 这个呢 我是在网上查的是 一幅扇面 然后是明代的画家 王文汉的作品 然后他一共是有16幅 算比较完整的 有折扇和团扇 多为山水 还有花鸟为主 还有人物 我觉得他的笔法 比较精致和细腻吧 比较雅致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卖多少钱 40万 刚才大家呢 有分歧 七位选这本 九位选这本 我们来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 余苗 这个呢 我怀疑是印刷品 就整整开的都感觉像印刷品 所以感觉呢 笔墨气韵这些就不再论及 我个人观点是印刷品 再接着说这件书法 仔细看了每幅字呢 包括 隶书之间的笔法变化也好 还有落款的小字 感觉气韵非常好 再加纸张和装表形式 感觉也是老装表 所以我感觉它是正确的 虽然两个人的艺术呢 在大市场里边呢 并不多见 但是我感觉它的是真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听一下不同的意见 12号 我这个也不是很懂 然后大概呢 看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 上面它都 一整套凑齐也不容易 这就是真的吧 12号呢 是从这个阵容的感觉上啊 这边阵容齐整 就是你要仿 对吧 你要做一个尾座 仿一个得了 哪有仿16个的 对不对 这不仿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 有道理 好 接下来 我要代表金运昌先生 宣布 最后两件宝物中 被鉴定 描述与事实 完全相符的一件事 今天写了123456789 九个字 头三个字是 王文汉 后六个字是 时代描述有误 所以 鉴定为真的是 这件 有请资金运大学 我们看这个扇面 那么 稍微懂书话的人呢 就会知道 这不是明朝人的风格 什么时候的人的风格呢 清末 晚清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近代啊 这个岭南派 岭南化派的开山祖师 是哥俩 居朝 居连兄弟 广东人啊 他们年轻的时候呢 也很贫困 于是呢 就有一个艺术赞助人 是广东的一位 军队的高级将领 董文化 叫张静修 话说这个张静修啊 有一次领到任务了 要到广西 去镇压农民起义 那么呢 他也带了这哥俩去了 希望他们呢 跟他一块 比如能立点功 什么的 也讨个出身 那么呢 去的是哪呢 广西桂林 这哥俩呀 到了桂林以后 桂林山水 假天下 没错 还照常的画画 而且呢 还开馆授徒 还教了一些徒弟 哎 这徒弟里边 就有一个人 叫王文汉 哦 这个名头啊 不大 但是呢 文献里也有记载 他号西元 那么这个 扇业上正好 有王文汉的落款 也有西元的图章 明白了 所以我根据这个 认定 这部策业的作者呢 应该是 晚清的 广西桂林画家 王文汉 所以呢 他并不是假的 他并不是假的 相反 他画的很好 而且呢 很有研究价值 就是说呢 岭南画派 在广西 还有一个别派 这是其中的一个 比较有名的画家 所以呢 您这部策业的 经济价值和研究价值 也并不比那张字低 只是呢 这个用功还不够 所以呢 咱们有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虽败犹荣吧 那么其实呢 这幅作品呢 特别适合博物馆收藏 比如说 像桂林博物馆 或者是广州艺术博物院 研究这个岭南画派的时候 这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我建议啊 有机会 你把它写个文章发表 在杂志上发表一下 肯定能引起重视 谢谢金老师 所以今天这个证明了 他的这叫艳名正身 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宣传 怎么去研究他 送给你我们的纪念品 雷诺表一块 谢谢 谢谢你参加一条定音 好 谢谢 再见 你刚才说是得15万 对吧 对 接下来刚才所有 举蓝色的 请你们把扇子转过来 谢谢 15万的价格 请轮垂杂架 11号 因为他这件礼书呢 是崇恩临贴之作 所以呢 我觉得您要这个价格呢 我确实是接收不了包主 那么我愿意仅出三万元 谢谢您 我感觉崇恩 他是学书题 咱们在资料上 或者在网上查 就是他大部分都是 新好 以这种笔法 咱们的考虑价格多 他的历数 反而咱们价格很少 我认为 以稀为贵 我叫做 应该是 比他的新草作品 更要贵 这虽然是林贴 但是因为这个字体是他很少用的 金老师 您觉得谁说的有道理 关于一副书法作品 是书法创作 是书法创作更值钱 还是林魔的习作更值钱 这个呢 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看看是什么人 在什么情况下 搞的 那么崇恩 什么人 崇恩 是清代的皇族 觉罗氏 官拜 山东巡抚 那是大权在握的 可以说是位政治家 同时 他又是诗人 他又是著名的 画家和书法家 山水和苏东坡体的字 都写得很好 但是 这都不是他重要的身份 他最重要的身份 应该说 是金石学家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呢 这个 唐代 吉王熙之字而成的 这个吉王圣教续 这块名碑 这是学王熙之的人 都要预备的这块碑 那么 宋代的踏本 他有七本 他把这七本 进行反复对比研究 认定中间的一个 北宋本最佳 就是这个本子 这是一个民国时代的印刷品 叫重藏墨皇本 就是墨踏中的皇帝 那么这个是后来公认为 最好的吉王圣教续 最好的吉王圣教续 这是他的藏本 现在在天津市博物馆 那么 在这个本子里边 他在后边 你看这前边 前边这么厚 前边这么厚 是踏本 后边这么厚 都是他写的提拔 等于是在后边 写了很长的一篇论文 详细地阐述这个碑 它的各种考据情况 把这个碑研究底掉 所以呢 这是个大专家 这是个大专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要研究汉碑了 他亲自动手 写一写汉碑 我觉得呢 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跟咱们说应酬 随便拿笔写 给写一首唐诗 送给你吧 这个朱毅先生 雅正 不一样 这是他在研究 而不是他在创作 他研究的是什么 研究的是李契碑 后边的提拔 是他的研究心得 他说呀 我小的时候 跟我的一个姓欧阳的老师那儿 看见过汉朝的曹全碑 当时认为很好 但是我见到了李契碑之后 才知道这是汉利的正宗 所以呢 以后可以不学曹全碑了 大家都学李契碑 你看 这个呢 对于书法史 就是一个心得和贡献 谢谢金老师 你听着还挺高兴了吧 是吧 再来一锤 7号 来 7号 这个纸的颜色 好像有点那个 那种茶叶水染上去的 这个 就是做旧 但是这个是个真品 对 茶叶目的可能是像 把他这个年代啊 和他什么东西 收点 收点 引起来 这咱们这有这种可能吗 这颜色挺深的 呃 呃 我我看了看 好像啊 还不是厚然的 嗨 应该说呢 可能啊 就是重温 呃 在写的时候 他就选了这么一张 仿 仿旧的宣 仿旧的半熟宣纸 就那个时候就有仿古的 有有有 那个前家时代啊 啊 那个造纸的工业是相当发达 很流行 是吧 除了这个白色的宣纸之外啊 啊 那么各种各样的加工宣啊 嗯啊 当时呢呃 都制作的非常好 由书法家根据自己不同的艺术需求来选择 比如像这个 他要领一块古碑啊 要用一个史白的新宣纸 不像话 可能呢 就有点刺目 嗯 当然咱们现在的书法家不那么讲究了 嗯 啊 这个一般大家就特径皮 就写就完了 啊 当时呢 很讲究 当时的人很讲究 所以呢 我估计他是呢 为了领这块汉碑 特意的选了这么一个染旧的宣纸 啊 这样呢 艺术效果会更好一些 显得更古雅 这是一件 这是说明他讲究 讲究 讲究 说明讲究 啊 谢谢 好了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宝物的背景 清代书法突破了宋元明以来铁学的繁龙 开创了碑学 特别是在传书 历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 可与唐代楷书 宋代行书 明代草书相媲昧 那么 清代书法艺术为何兴起了一阵金石复古风呢 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原因的 首先 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陷入文字域 走上金石考据的智学之路 而这时汉 为南北朝的碑课不断出土 因此碑课上的文字 也为书法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使书法家的眼界断围开阔 其次 书写 赚 历 需要字字有来历 清代文字学的成就 为书法艺术提供的基础 所以清代的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 另一方面 篆刻艺术的发展 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清代书法家多善之业 能将凝炼仓谱的金石趣味 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 使书法有了金石器 这种借骨开肩的精神 和表现个性的金石复古风 为清代书坛产生了许多深远的影响 刚才报价是15万 您现在这个可以适当的增减价格 各位请出价 出价结束 您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十秒多保或者退出 现在您不要回头看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身后 您有三次机会来问价 第一个问谁 7号你出价多少 7号你好 我出价8万块钱 8万元谢谢 需要看吗 8万元 不需要 第二个问谁 16号 16号 我出价是15万3 15万3千元 谢谢 需要看吗 看一下 15万3千元再身后 最后一个问谁 问你13号 13号 出价多少 我出价13万 13万 谢谢 综合以上的所有信息请您顺重考虑 保主王先生在第二轮出价18万元 寻价环节中 他问兔的价格分别是8万元 15.3万元和13万元 他会如何选择呢 您的选择是 最高价成交 请回头 最高价是20万元 谢谢 5号 恭喜5号多把人 和你达成了交易意向 20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三家拍卖公司 给的估价是多少 8万元 价格比是250% 恭喜5号多把人 以250%的价格 坐上钻石多把席 有请 6号今天啊 就有点白来了的感觉 什么事也没干 基本上 什么事也没干 祝您交易愉快 再见 刘先生 5号买的直吗 买的直 非常好 值得鼓励 因为像这样的面图 刚才金老师已经介绍的 非常详尽 这个局政治家 文人 学者 于一身的 而关键是 他流传下来的作品 非常的少 而且这副尺幅又够大 金老师要把他的文物价值 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 收藏价值 说的这么清晰 我觉得买的就不贵 非常值得 值得欺负 好的 那么我们要恭喜你 同时恭喜你是本场 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现在 孟昭婷先生已经开始为您赞客这枚同意 你也将获得天赋好品质 紫鲜酒页 和商务手表的领先者 雷诺表业提供的价值一万元的奖品 恭喜你 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市场人家刘欣慧先生发表今天的投资关注 有请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市场关注是赞客的铜木盒 因为客同艺术在近现代来说实际上来说已经失传了 这是在民国时期达到鼎盛的民间客同艺术的一个 奇葩 也就是说在赞客方面 在绘画方面 在书法方面 都用客筒 赞客 这一门记忆 在墨盒上把它精彩分成的展现出来 这是一门绝火 到目前来说 已经没有人去干这一个事了 也就是说 那个时代流传到现在 差不多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这一百年以来 铜木盒使用的人越来越少 欣赏他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能干这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而像陈诗增这样的大文人能够给墨盒亲自创作的画片 又能够展现在墨盒这门独门艺术上面的时候 我觉得能够投资名人书画 暂刻到墨盒上面的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我也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 谢谢 谢谢刘先生 孟先生收徒弟吗 不然回头也失传了 好的 现在我代表孟昭庭先生把今天的大奖送给您 恭喜您 在这里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四位专家老师 今天的坐镇点评 辛苦了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孟先生 这里是一锤定音 下周见 一对太平永相瓷雕 一对粉彩碧瓶 哪件才是真的呢 一幅徐飞红书法 一幅启封书法 究竟谁真谁假 一口清晚期书画墨 一方棉果坊清早期专业 多保人又能否辨识书 哪件才是真的呢 一锤定音 与您一直寻找最有远见的投资者 毕竟 永远 不允讨